- 没钱给你 - 没钱了 - 走啦 - 我怎么让你走呢高丽棒子 - 高丽棒子 -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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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英语的男人叫久男 - 輸前后的他神情沮丧 - 十毒酒疏不賭为盈 - 隔天凌晨兩個淘汰的小混混 - 闯进一間凌亂不堪的房間 - 床上褪迷得久男睡得真香 - 小弟一摸抖了一兩塊阿毛舞 - 大哥瞬间不爽玩 - 一巴掌呼在了久男臉上 九男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他借了六万块钱送妻子去韩国打工 现在已经六个月了依旧音讯全无 面对高利贷的力滚力 他还出租车挣的钱只是杯水车薪 九男隔三差五就会找街头的大妈询问情况 连大妈都被他烦的不行了 九男整日靠酒精的麻醉度日 本来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现在连泡面前都输光了 看着墙上碎裂的结婚照 九男是又爱又恨 等精神恍惚的九男一睁眼 此人叫老眠 明面上是狗长老板 实则是当地黑帮的头目 老眠在麻将馆看出 老实寡言的九男很有血性 拨手时 老眠猜透了这个走投无路的男人 九男在饭桌上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他这半年以来第一次开婚 饱肚子后老眠也不废话 这句话让九男感到很滑稽 一顿饭就想收买我 老眠显然拿捏了九男 仅仅一句话就让他瞬间改变主意 为了年幼的女儿和老婆 九男就像一条绝境的狗 咬住了最后一根骨头 毛钱 三千元 韩戏几万元 白钱就算是清兔的 钱就算是几万元 美根元 能够几万元 几万元 预备 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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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南从吉林沿边到大连的火车站 经过一路的颠簸 九南很快与街头人碰面 趁天色还没亮 旅船驶离了港口 偷渡人蜷缩在角落 在黄海中间一群人开始换成 隐岸潮湿的暗阁里没有食物和水 只有污浊的空气和海上摇摆的货船 一个女人已经脸色苍白 其余人横七竖八地躺着 九南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一群人突然冲进来驱赶他们 女人则躺在地上已动不动 他们像货物一样被丢上筷子 没能挺过来的女人被丢进了大海 一番拨着九南终于来到了韩国 几天没进食的他狼吞虎咽 街头人甩出一张纸条 约定时日期限晚了就回不去了 九南的刺杀之旅开始了 白天进入大楼熟悉地形 晚上就在寒夜中蹲点窥探 刘老明给的生活费 吃泡面也能不吝啬的家靠肠了 老板每天凌晨回家 一个保镖间司机的人 确认老板安全上楼后才会离开 摸清楚对方的生活规律后 他在楼道内估算感应灯的间隙 老婆自己杀人的时机和画面 万事具备直线老婆 九南开始寻找老婆的下落 在老婆曾经工作的地方得知 他很可能去了朝鲜租汇聚地 赌房打听下九南找到了老婆的住所 大门敞开房间里混乱不堪 地上破碎的相框正是女儿的照片 说明老婆离他并不遥远 可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九南打电话问老绵 能不能再宽限两天时间 老绵还嘱咐他事情一定要办好 不然他立马派人去问候九南的家人 时间不容耽搁 他先贿赂了老婆隔壁的邻居 不管男的女的只要一回家 就想办法拖住他们 凌晨四点他一定回来 九南快马家鞭赶到刺杀据点 正当他准备潜入楼道时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抢先进了楼道 苦苦蹲守那就怎么半路杀出个陈咬金 这把九南整不会了 这两人到底想搞哪样 与此同时刺杀目标回来了 楼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人 九南亚麻呆住了 定睛一看 楼下的保镖司机又惊慌又犹豫 此时楼道里面 目标老板正和一名歹徒激烈活动 楼下的保镖看不下去 两个打一个怎么还被反杀 九南见状也孤注一掷 提着刀也冲进丹元楼 第一次杀人的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身体止不住的发抖心脏也跳个不停 九南伸头小心打探 保镖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老板 两人四目相对 保镖缓缓靠近九南 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 很以为保镖是个狠人 没想到一个没站稳 就咕噜咕噜的滚下了楼 九南大师已经自己这样就杀人了 九南顾不上欣赏保镖别致的造型 当下还有正式要办 九南刚取下所需物品 就被老板妻子看到这一幕 自己只是剪个漏 怎么就身陷凶案现场了 警提升格外的刺耳 往楼下一看两辆警车堵住了出口 要是被抓现行就算自己白口也难辨 九南直接从三楼一跃而下 警察在后面穷追不舍 九南腿像是装了小马达 这速度白敏赛跑没他我不看 警察也不甘示弱 配合警察黄锥九南十几条街 幸运女神的眷顾下 九南成功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等他联系老眠交差时 之前的电话却成了空号 直到捅出大楼子的九南 打算乘坐公共交通赶往港口回去 谁知半路遇上例行检查的警员 九南脑海里只有跑这个字 中文字幕提供 江池中一名警员误示了自己的同伴 就难顾不上太多一言流跑进了山里 此时另一边派人刺杀老板的黑帮组织 就像热国上的蚂蚱 老大直接派出二把手 在警察之前抓到九南 无论如何都要干掉他 掩盖自己故凶杀人的罪行 面对黑白两道的追击 江峰同狗活的九南结局会怎样